词曲 李宗盛 我们第二堂课 底下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这个经典里面来印证一下 耳时 不是在你们那边的 在我这里的 耳时最圣父白佛言 说世尊 再一次的白佛言 说世尊 云和名为法界 什么叫做法界呀 佛告最圣 这天王 这最圣天王 说天王你应当知道哟 法界 就是不虚妄性 因为法界本来就空啊 说世尊 云和不虚妄性 什么叫做不虚妄性 什么叫做不虚妄性 天王 就是不便意性 这个就是法界性 这个就是法界性 不便意 所以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的法身 原来我们的法身 原来我们的法身 是不便意性 是不便意性 不便意性 是不便意性 所以我们的法身 这个诸法本空的道理 而把自己的修养 神可义达到最极清净 无论是人格 无论是圆满的佛性 都达到最究竟的解脱 这世尊 何谓诸法真如呢 那一句一句 问下去说 那什么叫真如呀 天王 你应当知道 真如生妙 但可自知 非言能说 这里就讲到重点了 天王你应当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真如 它是一种很深 很微妙的境界 但可自知 只能说 有大智慧的人 经过体证 才能够知道 诸法真如 非言能说 不是用语言能说的 很一顾 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就诸法真如 过诸文字 是 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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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法 不能行 不能行 不能行过 就是你用什么话 其说 其说 都不能 细论 我们尊重 但是如果要讲道 究竟的话 只要不能了生死 不能断烦恼的 通通叫做细论 而众生啊 都喜欢在细论里面 争论 争论 所以啊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角度 唯有圣能无言 打开报纸 各报有自己的社论 看法 和他真实的意义 打开电视 这些也各有评论 立场 这在佛教里面来讲 没有办法达到 如来的境界 就没有如来的真实意义 通通名为细论 只要不能断烦恼了生死的 通通叫做细论 而真如离诸细论 真如绝诸分别 就是不能动到 那个分别的妄念 分别就是千差万别的事项 加上一种观念 加上一种观念 所以他就会受不了委屈 去贪找 那是我的 那是别人的 这就是主要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 停在他家 巷子里面停在他家 停了 一二十年 都相安无事 政府 现在 提供一个 卷给的奖金 卷给的奖金 我们称他 卷给达人 结果 开始了以后 他每天都停在他家 经过两三天 收到二十四章 罚单 二十四章 你就知道 现在的人 好了 工器 施用 反正可以检举嘛 我也不怕你死啊 因此你说 有没有一个机制 没有 目前没有 就是一直检举 当然 有的是很正面的 比如说 乱丢烟地了 乱土壇了 怎么样 所以没有邪复的人 他 有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是不太可能的 我好你就一定坏 我活你就一定让你死 我善你饿 我大你小 我是你飞 这个世间人怎么活呢 没有办法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不要说体振到绝对空的真如 就用交换立场 人家停 车子停在那边也不影响交通 晚上下来这里车辆还是很少 虽然说停在家门口有画红线 但是他 这条巷子真的暗暗的 也不是交通要到 而且人家是家的门口 也很少的也很少车辆 这样把他 这样把他法开二十四章 你就知道 要跟终生相处 你有多难 多难 那我们出家人当然不可能会这样子 是不是 我们能够体谅众生的心口 也许某一些人做的 不是说完全符合法令 但是可以原谅的 也可以原谅的 真如 就是无耻 无比 没有彼此 就是不会分别 你是你 我是我 这么强烈的 我直的意识形态 离相 真如是离相 因为离一切相 它是无相的 真如 远离寻 远离寻 寻 寻 就是 粗糙的 观照 寻 就是 细微的观察 意思就是 远离粗糙的妄想 也远离 维系的思维 真如 超越一切 粗糙的人所 也 远离一切 生灭的 意识心的 维系的观察 真如 没有一切妄想 真如无相 真如 超过 想 和相 简单讲 真如超越妄想 超越妄境 因为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活了 一辈子到一百岁也好 而不懂得人生无常 诸法 空无自信 那么 这辈子就是白火的 学佛 越早 越好 所以 真如超越妄想 同时超越妄境 简单讲 你的妄想不断 百般计较 那就表示你没有真如 那你一直贪婪 执着这个境界 人我事会不断 那么就表示你心中 不了解真心本如 真如是充满智慧的圣者的 解脱的心态 所以他远离渔夫 超越妄 超越妄 于 愚痴的凡夫 不是捕鱼那个鱼 远离愚痴的凡夫 超过愚痴的凡夫境界 非凡夫的境界 能通达真如 通达真如 通达真如 必须有磨合 磨合剥落的 大智慧的境界 接下来 真如超诸模式 所以大测诈物的人 正量的自觉甚至 不会着魔的 海悟的圣人 不会着魔的 只有他能喝丹如来的家业 灯灯相续 佛陀的磨合剥落 叫做灯 佛陀传给我们磨合剥落 这个灯 我们也传给后代的灯 磨合剥落 叫做灯灯相续 你想不用钱 又过着很快乐的日子吗 有 学佛 学佛 超诸模式 真如离诸 藏 藏 就是三藏 障碍的藏 货业苦的货 离开一切迷惑 接下来 真如非事所了 是 不是世心分别 撒那躁动的那个世心 所能明白的 叫做非事所了 非生命的意识心 能了解 能通达的 真如 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无所住 若有所住即成非住 所以真如安住在无所住 那么 对一切境界 能无所住 对自己的妄想 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 就是安住在无所住 主耶 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们学佛了多少年了 连一点圣人的哑量 都没有 连一点圣人的智慧 都没有 现在活得百般计较 如何能通到灵命中 洒脱自在 阿弥陀来接引 才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要自己问 清楚 我们是不是 住以无所住 接下来 真如 极离圣志 极 极灭的极 离一切相的离 是圣人的智慧 这四个字是一体的 什么叫真如 极离圣志 就是它是极灭的 是离一切相的 圣人智慧 什么是真如 它是无分别 后得志的境界 就是后得志 就是所有的元气 都是菩萨的舞台 菩萨要度众生 除了有根本志的无分别志 接下来必须要有 度众生的俗志 就叫做后得志 当我们测悟 如来的本心本怀 能够极灭 又能够离一切相的圣志 就可以达到无分别的后得志 所以众生 烦恼 而菩萨 要度他 所以度无量无边众生 也十无众生可度 因为他没有分别 达到了没有分别的后得志 有人问佛陀 说佛陀 什么是世间最快乐的事 佛陀说 直接了当答 无我 无我所 就是没有我 还有没有我所拥有的 房地禅啊 名车啊 名声啊 我冷静分析看看 用X光照看看 甚至一堆白骨 还记话说 我们就是执着 这个一堆白骨 这个骨架 而这层皮看不透 我们的痛苦 就油然而生 有了我 就觉得 我很有钱 我很有地位 欧洲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不错 电视报道的 我并没有把这地点记下来 它那里面有八千具尸体 而那个尸体啊 这在1919世纪的初期 欧洲人 死了的时候 他把那个内障 挖出来 因为有了内障 那么他会腐烂 他把内障挖出来 做什么呢 做木乃伊 其中 在1920年 有一个小女孩 死了 保存的最完整的 还戴着一个娃娃的脸 那个脸到1920年 到现在将近一百年 栩栩如生 做了那个木乃伊 然后八千具 有的呢 用站的 给他穿衣服 给他穿衣服 那个尸体啊 腐烂 剩下骨头 有的站的 然后头 没有力量 那个白骨就是这样子 刚好我打开这个电视 看到 我注意看 一句一句的 尸骨 肉都烂坏了 有的某些没有烂 经过了百年 在欧洲 那看了人就知道 我们今天所有的 所谓的漂漂亮亮 很短的 很快啊 你那个脸啊 就肿得像猪头的 死了以后啊 臭不可闻 臭不可闻 所以 我们呢 能够了解这个 我 用X光照一下 只是一堆白骨 这个骨架 然后 一些肉 一些神经系统 五脏六幅组合起来 我们说 有一个我 那里面有八千计尸体 你看了以后 就会感触两朵 一句一句都是干尸 所以我们今天 忘记这个我 能够把它看透 轻一点 你的日子就真的很好过 再来你所有我 我所附带的这个环境 都会认为 那是我所拥有的 附带 在我的身上的 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 也都非常的短促 所以世间为我所用 也非我所有 因此我还是 建议大家到火葬场 有空去看一下 火化出来的 剩下的骨头 再来 如果你有因缘去家户病房 看一看那个器械 那老人家 或者年轻人 在挣扎 生死的边缘 在挣扎 再看看净土圣贤路 多少的圣贤 临命中阿弥陀来接引 有多么的自在 多么的安详 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快乐吗 要听佛的话 说佛陀 如何这个是一个世间最快乐的人 佛陀说 无我 无我所 这个就是世间最快乐的人 什么都动摇不了你那颗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能知足 就是最快乐的 那种心态 就是捏盘 智慧的心态 所以开悟见性 二六十中都在智慧的光明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 会爱得了他 你说他的快乐 达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 真如 求不可得 你求真如 就会失去真如 真如 无躯也无舍 即灭固 真如 无染无佐 是没有任何的染污 也没有任何的执着 真如 清净离构 在这之后 我们想要求生净土 能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吗 心清净则国土清净 所以为什么 师父会不厌其烦的 讲经说法 简单 就是清净 无垢 来求生净土 你能达到清净无垢 还没有达到净土 现在 就是净土 现在就是净土 真如 是最圣 第一 无有能比 因此开摩和般若 正得真心本如 他是最圣第一 真如 性常不变 性常不变 就是说 其性 真如的自性 是永恒的 是不变异的 真如 若佛出世也是真如 若佛不出世还是真如 何以故 性相常住 性空无自性 相空无自性 好 性相就是常住 诸位 诸位 离开性相 何来常住呢 我再把它贯穿一下 真如无耻无比 真如 离相无相 真如 真如远离粗糙的观照 和维系的思维 叫做寻视 真如无想 真如无想 超过想和想 真如超过妄想 超过妄境 真如远离一切 非凡复的境界 所能到达 真如能超出摩世 所以开悟见性特别重要 真如离足藏后 真如 不是生灭意识心所了 本真如 住无所住 真如 极离圣字 极灭和离一切相 是圣人的智慧 真如无分别后得字 真如无我 无我所 真如求不可得 真如无躯无舌 真如无染 真如清净离构 真如罪圣第一 真如性常不变 真如无论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性相常住 大王 这天王应当知道 是为法界 刚刚讲法界是真实境 诗菩萨 诗菩萨摩赫萨行身 波勒波勒密多 修正法界 这些 诗心 百千种 难行 苦恨 令诸有情 有一个规念 有一个榜样 皆得通达 所以在这之为 你一定要 守口如瓶 守口如瓶 因为每一个菩萨的视线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华严经》的五十三餐 其实那五十三餐 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 累积的一个过程 只是五十三餐是表法的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前 参禅修行的一个写照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天网 是名十相波罗波罗蜜多 真如 是如实真迹 叫做实迹 真如实迹 又叫做如实真迹 十相波罗波罗蜜多 它是不可分别的相 十相波罗波罗蜜多 是不失于境界的 十相波罗波罗蜜多 是真空的 十相波罗波罗蜜多 就是一切智 就是空 一切相智 就是有 有 就是空 空就是有 这是不恶法界 离不爱是 是也不爱离 这是不恶法界 而是 最胜天网 便对佛 便对佛 这么说 因何能证 能得如实法界 是要怎么样 能够证到 如实的法界 能得到如实的法界呢 佛告最圣天网 说天网 你应当知道 出世间的波罗波罗蜜多 以及后所得 无分别证 无分别证 是能证 能得 只要你功夫够 世尊 能证 是什么意思 能得 又是什么意义呢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天网 你应当知道 出世间的波罗波罗蜜多 第一地大空 能如实见 顾名为正 如实见就是 它真的跟佛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测误 大测到见性 你如何喝单独来加业呢 佛的那颗心 你都不知道 都用妄想 猜测佛的境界 如何弘法 又如何立身呢 所以天网 你应当知道 出世间的波罗波罗蜜多 滴滴大空 这是能如实见 能如实正 只要众生 能够契入佛的那颗心 后得志 也能通达 故名为德 所以根本志 名为正 后得志 名为德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另外一段 讲到中观 梵天 似乎在把这个经典 再讲 梵天 这个是 《思义梵天》所问经里面的 梵天问啊 是怎么样 是比丘 信受佛的语言 能依教奉行呢 就是说 这个比丘 要怎么样才算是一个 一教奉行的比丘 文书司律回答这么说 如果 如果 发佛提心 走出家这一条路 的比丘 当然贩子一切修行人 对于称赞 了解 了解 空无自行 心鲁鲁不动 对于 毁谤 侮辱 知道 也是 空无自行 其心鲁鲁不动 这个出家人 这个比丘 便明随佛的教导 就是说 他听得进去的意思 不是说 我们今天在佛教里面 剃个头 然后 随着一切境界 烦恼不断 百般计较不断 虽现身相 也一样 如同世俗 那么这个比丘 便不随佛语 也不随着佛陀的 教化 简单讲 一个比丘进入佛门 是用最快速的 来 节制自己 贯通自己的智慧 降服 据我 这个是一个好比丘 还有哪一种叫做好比丘呢 就是这个出家人 比丘呢 不随 语言 文字 而是随佛所讲的 语言 的意 去思维 意义 不意语 这个是好比丘 就是知道佛多 说 讲的那个 义理是什么 义理的意思就是 心能体会 透过义理 能体会佛的那颗心 而化在 化足行动 佛怎么讲 我怎么做 佛讲的义理是什么 我也能体会 能体会 化足 化在这个身口义 实际行动 不依佛多的语言 依义 不依语 简单讲 善以体会 叫做义 不会体会的 叫做语 接下来 比丘 应当离一切相 啊 因为诅法本来就空 所以不取着于相 所以上面所讲的 说称赞也好 如如不动 毁入 毁谤和侮辱也没关系 他的心 如如不动 就这个不取着于相 比丘 要是能够 离一切相 不取着于相 这个比丘 了不起 就是随佛的教导 这是真正出家人 简单讲 比丘不可以违背 或者所讲的道理 义理 但是这个义理 是因为以缘 而通达这个义理 所以善于听法 善说法者 要善于递听 也能够善于比喻 让众生听得懂 所以就算这个法 是很坏说法 如果台下的人 体会不出 这个语言当中 含有真实的毅力 那么就算结一个善缘 因为他也坐在那边 听闻佛法吧 所以不为欲 因余而通达欲理 如是 这个人就是随佛的欲缘 人 比丘守护道场 守护于法 法就是道场 法就是无形的道场 比丘能守护于 无形的法 就是守护这个道场 是明随佛语 是明随佛语 因为法就是心 若能守护 这颗清净心 不要被烦恼 外境所染污 也不要被外境所伤害 这样 就是守护于法了 就是随顺佛的教导 不为佛的语言 就是信授佛语的好比丘 犯子一切修行人 所以在这周围 局势要听一句话 法师更应当好好体会 什么是护法 比丘 什么是护法 局势 比丘善护其心 善降护其心 这个就是真正的护法比丘 在家居士 善护于自己的清净心 就叫做善护于如来的正法 主位 如果你讲我是护法居士 听到这个道理 你真的是够资格说你是护法居士吗 嗯 有一点不太够资格 因为贪嗔痴还是断不了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护法就是说 师父受到委屈了 我替你出一点力 他认为这个是护法 讲堂 这个厕所 需要人家打扫 他认为这个是护法 一般人 法会 我们 梁皇 水路 农历年到了 我们来做义工 一般人认为这个是护法 关于自己的脾气啊 有没有想护 就站在旁边 所以一般人 护法大概 都是这样 我来做做义工 扫扫厕所 厨房帮忙一下 我就是护法居士大德 跟佛陀所讲的这个护法 落差很大 善护其心 名为护法 多么的直接了当啊 佛的说话 从来不啰嗦 善护其心 名为护法 真是一针见血 于是 梵天就问到了 怎么样 这比丘 能够守护如来的正法呢 文书实力菩萨 回答 如果一个比丘 不为你佛陀的教导 了解诸法控制性 通达中道无分别 平等之教 而不坏法性 是明能守护法 所以 这里再解释一下 于是梵天就问 怎么样的比丘 能够守护如来的正法呢 文书实力菩萨答说 如果这个比丘 不违背佛读的平等教法 佛读的平等是什么 就是无分别心 而这个是最难的 所以 有的人讲 有一个人在教居室 他在山区买了一块土地 他说我在那边 师父我在那边 修行 我说你修什么行啊 他说我修苦恨 我修苦恨 在家居室 认为自己非常用功啊 精进啊 师父 苦恨怎么修啊 我说跟他讲 无分别心 世民苦恨 最难修的那个叫做苦 忍不住 你忍不住 我跟他讲 大居室 你买了那一块几分地 你有没有生气过 我说有啊 老婆儿子有时候会吵架 请问你 那这样叫苦恨吗 你没听说 圣人讲过一句话吗 无分别心 名为苦恨啊 是真正的苦恨 他说我做不到 做不到叫做苦恨啊 你现在其他那个事项 你说 种菜啊 怎么样子啊 自己烧饭啊 拜佛料 这个你都做得到啊 大居室 你哪个地方做不到 哦 无分别心还真做不到 不坏法性啊 所以 这样子 无分别心 就是能善以守护如来的正法 佛陀之所教导 叫做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为什么 记得 佛陀之教 就是平等之教 就是平等之教 如果要把他三藏 学部 用最简单的 诸法空无自信 诸法究竟平等 就是佛的心 清静的不得了 快乐的不得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做起来 可没那么简单 如果比丘 以上三种 不违逆的话 能诸恶莫作 就是平等不逆 能重上奉行 就是不违背佛的教化 能至尽其义 就是不违背佛陀的教导 其心要用两个 平等平等 两个平等 其心平等到平等极致 不分别 所以现在问题出来了 平等平等 你怎么做做到平等 我认为 事项来讲 有千差万别 时空不同 但是救师父的心 真的不会去分别 你是凡夫 是圣人 你有钱没有钱 只要你有这颗善念 我们 都没有去分别这个 所以 你能体谅这个师父 我们在这里 就谢谢大家 为什么平等平等呢 因为诸法空无自行 圣人圣人何相啊 凡夫 凡夫什么相啊 相相空无自行 难道不是平等吗 哦 所以要实行平等 说佛陀呀 如何实行平等 简单 没有贪嗔痴 就平等 知见正切 态度和靠 态度和蔼可亲 圆亲平等 所以这次我去目屋啊 也跟居士 开示 众生不是让我们恨的 卡的一身厚厚的无名 那我们不是让我们恨的 是让我们要去度的 众生卡的厚厚的无名 所做当然不如法 什么坏事他都敢做 所以菩萨会等到等待这个因缘 众生是让我们度的 不是要让我们去恨的 那他的名字叫做众生 但是有时候你去度众生的时候 他还会害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 怎么拿捏 就必须用经验跟用智慧了 所以菩萨的心 没有贪嗔痴 圆亲平等 一切众生无贪嗔痴 叫做一切众生平等 所以 什么 比丘是不违逆佛陀的教导 那就是平等性 不生我质的分别 也不起贪嗔痴 那么有人问了佛陀法怎么样受益 就说能善体义理 亲自行动的人 这个人才能受益 如果这个人 讲讲一直讲 然后一直听着在讲 可是他也不愿意去吸收 也不愿意去改变他的观念 也不策动自己 实行 如来 如来是正义者 是实义者 是不狂义者 不义者 而且如来是实践者 真正一个实践的圣人 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 不空谈理论的 这诸位 佛皇这么的好 我们今天还过着烦恼的日子 百般计较 我像能像众生像 放不下 你说我们对得起佛陀吗 也对不起自己的心灵啊 接下来 如果你五十岁了 如果你明天要死 明天要盖棺 你如何抵得过死神的降临 所以印光大师叫我们 时时刻刻 要有死的观念 对不对 这样子你对这个世间的假象 就能透视它 无真 就能极灭 还有给自己 观念稍微 宽广一点 你今天执着的对 未来一年两年三年 不一定对 你今天一定说对方错 经过一年两年三年 你的观念会改变 也不一定对方是不对的 就像我当时出家 我妈去买菜也是这样 说你这个儿子 速度那么多 那么高的协力 家庭需要他挣钱 为什么跑去出家 我妈又不懂 不会回答 我妈为什么让我出家呢 去拜见 参公 参公 联姻士 我当时我在那边 跟着参公想要出家 参公跟他讲一句话 我妈就说好 参公讲什么 我妈什么 参公不会讲台语 没要紧啦 在家贪钱 出家也是会贪钱呢 出家也贪钱 我就出家也贪钱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懂佛法 在世间人看的话 大概钱最重要啦 所以参巧方便 跟我妈妈这样开始 世间人啊 人家拿到钱是用丢给他的 法师不一样 人家是拿得高高的很恭敬的 我妈妈说 嗯 这个好 因为她也弄不清楚什么 叫做佛法 看在钱的份上 我妈妈说 嗯 好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吧 所以慢慢慢慢 经过了几年啊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慢慢改变了 改变了 到我妈妈到年岁大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有正信了 她就说 孙姆我带你来掛香 她就这么说 那是不正行的人 哎哟 我在旁边又要把它参加 看我这个母子那厉害 她还知道说 进香团里面这个不正信 你看 她会开示哦 嗯 不错 不错 所以啊 我告诉你啊 他们以前认为我出家是错的 现在认为出家是对的 他们不能接受的 后来就慢慢接受 这个出家 所以诸法极灭相 为其法性啊 比丘一极灭相 不其造作 不其造作 就算照作生果意义 当下也是极灭的 继续讲宗观 梵天这么说啦 梵天这么说 银河比丘亲近于佛 这一段是经文 我先用简单的 把它描述一番 就是消文示意的意思 下一堂课 再来认真的讲 说诸法 空无自性 好 那梵天言这么说啦 我把它分段 这样才不会乱 我把它分成 经典是没有 我把它分成十八个小段 这样你才知道 第一段讲什么 第二段讲什么 第一段 说银河比丘亲近于佛 说要怎么样的比丘 才算亲近佛呢 文殊师利菩萨回答 若比丘于诸法当中 不见有法 若近若圆 世民亲近于佛 也没有圆 也没有近 因为心无相 无相哪来的圆 哪来的近啊 是不是 这一点就很难了 我有一个同学 他妈妈 小时候啊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 他的儿子 因为我跟他是好同学 他家算是有钱人 他只要去 我们以前初中要补习 他的儿子只要出门 要去读书或补习 他妈就送他儿子出来 就掉眼泪了 他儿子没有回到家 他就一直在门口一直等 一直等 以前也没有什么LINE 或者是什么手机 电话 几十年前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说 我儿子离我很遥远 去读书 我儿子回到家 静在我的身旁 他不知道 读法本来就空 所以我们呢 流了太多的眼泪 啊 静则喜啊 远则忧啊 可是 读法当中 并没有远近啊 远是观念呢 近还是观念呢 如果放下远跟近 啊 是没有亲近以否 就像我们现在 啊 讲堂 说法 有个比丘 说我要去餐 结果到了几千公里以外去 去的时候 那个道场 全部听慧力法式的 这有远跟近吗 道场有远跟近吗 心若解脱 道场 并没有远跟近的 那我们顺着众生 我们没意见 没意见 啊 要没有远 没有近 法能回归当下 真实的受益 这个人才是真正清净以否 不是每天东奔西跑 在找道场 整天东奔西跑 在找善知识 善知识就在你 没有远近 就在当下 智慧心就是 你就找到善 善知识了 第二小段 犯天这么说了 云和比丘 即是以否 即就是给 我们说 你给我东西 我给你东西 是就是 是者的是 服侍在佛陀旁边 那个是 云和比丘 即是以否 那个不能念给是 即 共即的意思 还有 共即佛陀所需要的 侍奉佛陀所需要的 就是即是以否 这个念即 这个不能念给 对啊 所以 因何比丘即是以否 供给 还有 供养以佛 服侍在佛陀的旁边呢 意思就是 怎么样 才是真正在佛陀的旁边的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比丘如何服侍以否 才能称得上在佛陀的旁边呢 答 他 若比丘身口意 无所作 能提悟 一切法 无真 无为 世民 即是以否 再讲一遍 回答 如果 一个比丘 深境 欲境 意境 能通达一切造作 都空无自信 无所作 同时 无为 也无真 诸位 法师要听清楚 你能够通达无为无真 半夜半夜 诵戒 世界 这个理 通达 你所到之处 就是很有修养 你一记口业 都不敢造 说 如果比丘 深口意都清净 通达一切法 空无自信 无所造作 无为 无真 这个人 就是 供养佛陀 服侍在佛陀的旁边 第三小段 犯天这么说 谁 能供养佛 其实哪一个 才是真正在 供养佛陀呢 答言 若不起福业 不起无动业者 名为供养佛 这个回答 一般人听不懂 答言 若不起福业 福 就是人天果报的福业 用你听得懂的名词 就是说 这个人 舍掉一百亿 都不执着 我舍掉一百亿 就这么简单 做了大功德 也不起大功德 的念头 这个就是真正能供养佛 就是行一切善 还无所助 这个人就是供养佛 也不起无动业 无动业 无动业就是社界无社界的果报 不起无动业 因为无动就是定 社界无社界它是有定的 有禅定的 叫做无动业 就不动业 所以简单讲 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供养佛陀 回答 若不起人天的果报 驻着人天的果报 随心一切的布施 也不驻着 虽然在社界 无社界 心达到如如不动 也不驻着 说我 如如不动 说我在如如不动 又找一个我见 人见终生见受者见 这个人 就是真正的供养佛 所以一切 佛陀 简单直接了当讲 一心无所住 就是真正的供养佛 就单独直接了当 就是这么意思 不住社界 不住无社界 也不住易界 不住易界 不住社界 不住无社界 所心一切善 一切我所住 名为真正的供养佛 这个得好好地听清楚 所以 你做了大功德 千万 不要一直住着 说我度了多少众生 我推广了多少证法 我利益了多少众生 我布施了十万二十万一百万一亿 千万不要这么样的住着 一切法无所住 是真正供养佛 第四小段 犯天眼 谁能见佛 谁能真正的见佛呢 答言 落不着肉眼 就是以肉眼不执着 不着天眼 这金刚经都知道 不着天眼也不着慧眼 慧眼当然是专指二圣人 那用空会的思想 照见五印皆空 成为慧眼 是明能见佛 简单讲 不住着 不住着 反复肉眼所见到的境界 也不住着天能 看到的境界 也不住着 二圣人 空会的思想 所见到的境界 不着肉眼不着天眼 不着慧眼 世民能见佛 佛就是不住着 无眼 其实都是肉眼 因为境界不同 而分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这有一部金刚经 是这么解的 就是 什么是无眼 无眼都是肉眼 但是因为境界不一样 而有天眼 而有慧眼 而有法眼 而有佛眼 其实肉眼都一样 圣明能见佛 一切不住着 接下来 梵天这么说 谁能见法呀 前面是见佛呀 现在是见法 谁能见法呢 文殊司令菩萨 回答 不逆诸因缘法 不可以违背因果法 这个 就是能见法 法 虽然是诸法本空 但是必须顺着因缘果报 而走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 全世界 现在 地球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违背了大自然 没有顺着大自然走 欧洲工业革命以后 花明了蒸汽 火车 重大的工业革命 以后 再来后来又开采石油 现在弄到 全世界的CO2 控制不住了 人很悲哀的 最近统计 全世界2018 全地球的人口 74亿 74亿 你可知道 全世界的人口 现在74亿 全球暖化 到什么 严重到什么 有个科学家 去北极 拍摄这个Polar Bear 北极熊 结果呢 那个北极熊 瘦骨如采 瘦到 那个科学家 眼睁睁地看那个北极熊 没有东西吃 他吃那个海豹 海豹要结冰 海豹 是哺乳类的 他要呼吸 抓那个孔要呼吸 北极熊 才抓嘛 好了 现在的北极的病茂 几乎都溶解 融化掉了 北极熊找不到陆地啊 结果那个科学家 去看到一只北极熊 照了以后 掉眼泪 眼睁睁地看那只北极熊 瘦骨如采 断气 就在他眼前断气 这个影片我有看到 一般北极熊 都吃得胖胖的 那只北极熊 是谁呀 就是人类 而科学家 直接了当讲 元凶就是人类 人类就是造成 全球暖化 最严重的凶手 那好了 我们又要生活 又要科技进步 又要开展能源 你想想看 又不污染 怎么可能 半导体 台湾的半导体 半导体 以前占全世界 台湾占百分之八十 八十 科技方面 台湾办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现在 当然也有国外 取而代之半导体 至少占百分之五十 到六十 好了 这些半导体 不只能出来讲话 半导体 确实有污染 确实有污染 好了 现在谁没有手机啊 有啊 现在哪一个没有电脑啊 有啊 带给人类的方便啊 没错呀 是不是 不是 好了 那现在这个世界该怎么办呢 科学家讲了 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除非 人类同时消灭 这样才能救地球 当然这个不可能 是不是 但是人类有一天 很遥远的未来 或者是将来 有一个 预言 预言 说 西岩三千多年的时候 这个地球 他是预言啊 不是我讲的哦 你不要说我妖言惑众哦 简单讲 从他的预言里面 三千多年 西岩三千多年 还有一千多年 一千五百年左右 这个地球